嗨大家好我是瑞爺 我們今天來測武器係數第二集 這是T2T隊的 就是傷害在介於最強跟最爛之間的第二T次 這是我自己定義的 每個人定義的不一樣 那如果你們想看T3T次的話 影片連結在下面 然後T1的話我們下一集再做 由於殘封的帳號 艾西卡在努力練習打艙牙舞蹈會 所以我們就沒有借到 那這邊就沒有幻化 這一集就沒有全幻化了 這一集就只有我自己的帳號 好那這一集要介紹的就是 祝龍風宮跟苦還有春陣 這目前屬於T2T隊就是沒有到很爛 但也不是不能拿出來用 如果你手邊沒有這些高檔的武器 高檔的T1T隊目前就是水刀雷鳴劍 雷玉光劍跟蒼蕭戰爭 這四把是屬於高檔的武器 那這四把也算是堪用 所以我們可能會多打兩三次的係數 就是我會多測幾次 然後把最高跟最低下限PO出來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對這遊戲還不太了解的話 就可以把它看完 如果已經知道的話 你們就可以去上網查表 好那我們就記錄一下攻擊力 這個 0的攻擊力是3734 我們就把算盤打開來 那我這邊都已經記錄好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測 3619是蒼雅的 如果還不知道係數是什麼的 就請看上一集啦 那我們就開始 好我們進到王這裡來了 然後我先說一下 祝龍這武器比較特別喔 他的武器每一發傷害會遞減 就是你第一發比較痛 第二發比較不痛 所以如果你第一發有打出暴擊的話 傷害會是最高的 像這樣這一次第一發沒暴擊 二三發暴了 傷害就沒有那麼高喔 一定要第一發暴擊 跟第二發暴擊 才可以打到比較高的傷害 但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如果只暴中間兩發可以打多少傷害 45882喔 這個他可以K出45882的傷害 我們可以算一下喔 這個隨便一看就知道 比之前那些冷門武器傷害高很多了對吧 45882除以3734 等於12.28喔 那這個傷害至少有12.28目前 好我們再來試一下 多試幾次 好你們要知道祝龍有個特性就是 他的武器按下去不會馬上施放 所以可以等一下下 這個等一下下的好處就是 你在打三打三的時候 可能可以用這個去躲一下 這個對面的腳械 然後這一邊 這邊我們只打錯了最後一次暴擊 我們可以看一下傷害有多低喔 三發如果 前面三發都不爆的話 傷害應該是蠻低的 那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傷害有多低 那這個傷害只打到了40922 其實最後一發暴擊的影響不太大 也差不多都會有打到4萬這個數字 然後除以3734 就至少會有10以上 就如果你全部不爆至少會有10.5 我沒記錯的話 這邊有11 那如果你全部爆差不多可以達到1415 這個運氣問題 我們再試最後一把試試看能不能達到 第一發就暴擊 好這是我們的第三次測試 第三次測試看一下能不能第一發就暴擊 我已經測了6場了 私底下測了6場了 哎呦爆了終於爆了 這一邊爆了12發 這邊爆了12發 好要全部暴擊 是不太科學的事情了 我們就爆128其實已經傷害算很高了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只爆128可以打多少傷害 而且其實這個祝龍的火還沒燒完 這個火繼續往下燒的話 還是有更多的傷害的 所以這祝龍還行 還行 那這個看一下 50872除以3734 我們可以得到係數是13.6 如果後面兩發有爆 我沒記錯的話可以到14點多 接近15的樣子 那這個傷害就差不多擺在這裡了 他的傷害不算差 只是因為他是火武器 所以目前的角色 都是靈跟蒼牙比較強 這個六命的時候 所以大家比較不會去拿祝龍這把武器 他只能放在這兩個角色身上的副武 當副武用 好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風工 風樹蒼龍 這個如果幻化是金色的 但是我沒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我們進來這裡了 我先講一下風工的特性 風工特性跟祝龍有點像 就是他的前面第一下打到 如果有爆擊傷害是最高的 如果沒打到的話 沒爆擊的話傷害就很低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風工射出去有沒有爆擊 只是盯著王 OK他這邊全部不爆 這個全部不爆也是蠻不錯的 OK那我們這樣可以打出一個 風工最低下限的傷害 這一把是最低下限 我們可以看一下風工有多爛 如果打到最低的話 38287 38287 好38287除以這個3734 等於這個10.25 所以我們風工最爛就是10.25 但他如果一開始就爆擊 全部打到最強也大概就12而已 所以這個我們大概測個兩次看 能不能下一把就全爆 好我們進來往這裡了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看金色幻化的風工 你再留言跟我說我在考慮要不要拍一下 再幫你們補一下這個資料 好的 那這邊他也沒什麼爆擊啊 這一場我也沒什麼爆擊 這場一樣踩 所以就風工這個武器的好處就是 按的時候前面可以擋住無敵 但是後面要追後面的小龍就比較難追 然後他的傷害蠻低的 你看他就沒有一開始就爆到擊 也只有39722 這把我不太想要繼續測下去 這把我不推薦你們練啊 3734 等於10.6而已 他再怎麼高也就10點多 這個比那個現在的斷槽還爛 這把比現在的斷槽還難用又還爛 所以我不太推薦你們在練這個風工 練這個風工 好我們接下來要測這個鬼類村鎮 鬼類村鎮跟風工現在其實都已經算是被淘汰的商品了 因為倉越戰爭隨便一丟都是12 隨便一丟都是12起跳 村鎮這個東西很難打到5刀 就是這個技能等級5的時候 你練到滿的時候可以打5刀 但他只有3到5刀 如果只有3刀的話 你不管再怎麼爆擊 3刀全爆你也就差不多就10而已 所以個人也不建議練村鎮了 而且這把武器真的很難打到王 跟這個風工很容易打到王 但風工打滿了也就這樣子 所以目前如果可以的話 都練倉越戰爭就行了 如果你有 如果你真的都沒有這兩把 你都沒有倉越戰爭只有這兩把的話 就看你的技術 就看你的技術 好不好 村鎮有一個好處就是CD短 如果你要拚榜的話 村鎮又可以爆到係數15 就全爆5刀全爆可以係數15 村鎮可能會比較值得練一點 那我們就來用一下村鎮 好我們進來王這裡囉 村鎮我們就看他可以砍幾刀爆幾刀 要仔細看在王身上跳出來的數字 OK 1刀2刀3刀4刀 4刀了只爆了1刀 4刀爆1刀算是一個滿正常的期望值 滿正常期望值 就是平常就可以達到的 我們看一下傷害大概會多少 這樣打完只有34380 OK你們知道這傷害有多低了吧 34380 這個運氣還算還可以喔 如果你運氣不好三刀全部不爆 你就知道數字會低於這個 那我們除以3734 係數還低於10 就如果你運氣超衰 全部都不爆的話 只有38 只有7 而且還不外加這個 如果這隻王是蝙蝠或鬼頭一直動你 不太熟 那個速度的話 你丟不到那個王 傷害會比這個再更低 就什麼都打不到了 那我們再測一次 這把武器就是比較適合拼榜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想拼榜 然後想要讀運氣 然後又CD 因為他CD又比其他武器快 他只有34秒 其他大概都36秒 所以 就是唯一的優勢在這裡 好的 講白話一點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你不是要拼前10名的玩家 可以不用練這把 練了也不一定用得到 那如果你手上真的沒有倉越戰刃 你就可以練一下 OK我們這邊 砍了5刀爆了2刀 好我們 這已經算運氣蠻好囉 砍了5刀爆了2刀 而且還全部打中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傷害多少 如果你看完還想要練的話 那你就去練 我是不太推薦 砍完2刀前面2刀 你看這樣子 傷害是這樣子 那你們就自己 斟酌一下斟酌一下 就他如果打到 一定的程度是 不差的 但是也有很高的機會 是只有3刀4刀 然後傷害蠻低的 這樣子 OK吧 他最高全部打滿就是15 這個我不想再幫你們測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以前的影片也有 如果你好奇的話 可以去看以前的影片 那我們就測下一把 OK最後一把是我們的天津苦無 其實這把沒什麼好測的 我只是想要單純跟新手玩家講 這把還不錯用 雖然他的係數很低 只有7.4 然後如果你練滿的話 會有30%的機率可以會心一擊 你可以30%的機率可以打1.5倍 就會變成10.4 10點多 欸是7.8吧 然後會變10.4 還傻的 我們進去打一次就知道了 我們給他還是測一下 還是測一下 這把武器主要是可以清平 所以 CD一好就可以按 比較無腦一點 然後可以存兩發 存兩發是他的優勢 我讓你們看一下為什麼存兩發會是他的優勢 好譬如說我走到王這進王關之前CD還有剩11秒 然後這樣子進來之後 他還是有持續在測CD 如果其他的武器早就有CD完停下來對吧 他還有持續CD你看他現在只要30幾秒 就代表我只要再30幾秒 再按一次就可以再打到傷害 如果我現在提前按掉 他就下一把武器CD只要12秒 那是不是很香是不是很賺 是吧 就是你連續打兩發的傷害 如果都暴擊的話就有20 然後又比別人快可以啟動 所以苦還是有一定的作用 還是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你聽得懂我在說啥就很棒 聽不懂我也沒關係 OK 那這邊他打出了39024 39024 除以3619 沒錯吧3619 3619是殘牙的攻擊力 然後他打出了10.7 喔是10.7啊 就是沒暴是7.4 暴擊的是10.7 這個技術就是這樣子 但只有30%的機率會是10.7 我再試一把給你們看 以免你們說我騙人 然後我再講一下苦無的其他好處 譬如說雙王的時候 你苦無是一定可以炸到這兩隻王的 就是你一定炸到兩隻王 就會有兩倍的傷害 其他如果一些風工那些單屬性武器 只K了一隻王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達到兩倍傷害 然後這場沒有暴擊 你就沒有辦法K兩倍傷害的話 就沒有苦無這麼強 苦無跟iPhone 這樣一次可以輕頻兩隻還比較強 然後苦無還有一些優點 就是他可以 這遊戲裡面有血影 就是會飛來飛去的角色 你有機會達到多倍率 就是他如果瞬間在這裡被你按一下 然後他又飛回這裡的時候 他可以一次觸發兩段 準白血影跟狗老闆 只是因為現在後面的王 都沒有這些技能了 所以目前苦無就開始被淘汰掉了 如果後面又回來一些會瞬移的王 很快的那一種 苦無就會被再拿出來用 譬如說有一個狗老闆 他一次會這樣飛飛飛 你按一次苦無可以炸20倍版 那個傷害就很可觀 一發苦無可以炸 打個十幾二十萬都沒問題 OK 那我們來算一下 最後一個跟你們道別的數字 二零二六零一六除以三六一九 呃七點一八 哦對不起 是七點一八啊 我又記錯了 好抱歉 這次我們會牢牢的記住 七點一八然後暴擊是 暴擊是十點 十點七八 這個你們可以乘一點五試試看 基本上是接近一點五 就會變十點七八 所以暴擊可以其實可以不用測 你測一個沒暴的 然後再乘一點五就行了 那我們這次的測試就到這裡 下一次再測一個最強的武器給你們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